农村土妞的运气也太好了 出国穷游竟被当成了贵族公主 把能享受的不能享受的都享受了一遍 偷走600万欧的项链 不仅安然无恙 还被当成打善人 格雷斯是快餐店的假期工 每天的生活就像白开水 不仅平淡无味 还忙得冒泡 同学们时不时对他冷嘲热讽 但最好的朋友从不那么做 艾玛和格雷斯准备攒钱去巴黎穷游 这是两人一直以来的心愿 高中毕业这天 他们终于能抱团去巴黎了 可意外总是不期而至 晚上回到家 格雷斯的继父强行把女儿梅格 塞入穷游二人组 虽心有不甘 但不想母亲为难 格雷斯还是答应下来 艾玛这边也在面临考验 男主欧文是个混不吝 担心艾玛去外面给自己戴绿帽 拿分手要挟她哪都不许去 不想被掌控的艾玛 果断把男友踹了 隔天 三个性格迥异的女孩 如出笼的小鸟 心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出发了 可马上发现 这是个悲催的旅行 说好的是五星几大酒店 其实是又旧又破的小旅馆 西梦斯变成折叠床 质量还一言难尽 插座也是火花四件 看来黑心旅游团 在任何地方都存在 行程也如走马观花 糟糕无比 没等看清这一处景点 旅行车就如同着急去交配的野驴 撒牙子跑了 卢浮宫也只逛了20分钟 去厕所穿个膝的时间都不够 三人对这趟旅程充满失望 但接下来却让他们终身难忘 高颂如云 像一柄大宝剑的爱菲尔铁塔 只差天际 梅格还没从震撼中缓过神 就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男人瑞丽对他送出了秋天的菠菜 荷尔蒙还没过足引 旅行车又要溜了 三人狂奔向旅行车 爱马那十公分的恨天高都跑飞了 还是没追上那头野驴 三姐妹顿时如双打的茄子 这时老天爷又搞事 下起瓢泼大盆 三人如丧家之犬 躲进一家高级酒店 在卫生间清理衣物时 一个如同格雷斯双胞胎姐妹的女孩 走了进来 要不是对方是贵族 格雷斯都怀疑自己亲爹 是不是曾经在国外有人 迪利亚是一个傲慢的贵族小姐 把妈妈让她帮助穷人的教导 当耳旁风 她讨厌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于是在酒店开了房间 制造人在这里的假象后 就去与达子们享乐了 爱马有些嫉妒对方 明明是两张一样的脸 人生却是云尼之别 正当三人准备当回自己的女吊丝时 一个添大的馅饼落了下来 酒店经理认错了人 鸟变舔狗 格雷斯没等否认 就被眼前重达十亿公斤的大龙虾 迷了心智 酒足饭饱 几人躺在柔软的席梦斯上 慵懒得像个猫咪 隔天 他们被电话铃声吵醒 对方说 迪丽娅小姐的车已经准备好 三人意识到情况不妙 刚想脚底抹油 就被记者围个水泄不同 加上酒店经理太过热情 只能将错就错 钻进高级汽车 更刺激的还在后面 爱马打开迪丽娅的信件 得知下个行程是著名的蒙特卡洛 三人欣然接受上天的恩赐 第一次 女孩们坐上了豪华四人飞机 为了不露出破绽 他们用自己为数不多的见识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高贵优雅 富二代萧恩迫于迪丽娅的贵族身份出来迎接 他对这个娇娇女并不感冒 谁知 第一眼见到迪丽娅 尚恩就觉得流言害人不浅 他被对方朴素大方的着装 和出水服装般的气质深深吸引 三个女孩进入总统套房 别告知晚上要参加舞会 为了打扮漂亮些 不得不打开迪丽娅的行李箱 可以说里面有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一切 高贵优雅的玩礼服 让他们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更惊爆的是 迪丽娅的首饰盒里 还装着一条价值连城的蓝宝石项链 格雷斯戴上她挺起胸脯的样子 简直闪下了萧恩的太和金狗眼 艾玛也被一个王子拉走共舞 但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就要出意外了 迪丽娅不知从哪冒出个婶婶 把格雷斯惊出一身冷汗 好在一番城门篓子和跨跨轴子的对话后 有惊无险并没有被发现 事后 女孩们去海边惬意的享受日光浴 但新的麻烦即将到来 欧文小拇指大的心眼终于开窍 飞到巴黎想找艾玛复合 梅格也因为缘分 在街头再次偶遇了暗送秋波的瑞丽 海龟看黄豆 对了眼的两人一拍即合 荷尔蒙如果实质化 都能淹了整个商品市场 游泳回来的艾玛 收到了王子送来的鲜花 邀请她参加私人派对 为了凸显身材 艾玛穿了一件橘色晚礼服 还把蓝宝石项链套在了脖子上 这一幕刚好被约会回来的梅格看到 李智告诉她 项链在瑞丽的包里 比在艾玛的脖子上要保险的多 王子派对很快开始 艾玛因为是个农村土妞 与众多富家子弟显得格格不入 最后还帮着服务员收盘子 简直憨到家了 格雷斯也好不到哪去 她被肖恩约去打马球 一样是土妞的她 打球动作像是割猪草 婶婶发现了不对劲 活通侄女电话一确认 意识到眼前的迪利亚是个冒牌货 气得她当时如同大火上的高压锅 但为了家族荣耀 只能吃了蜜蜂屎般小声警告格雷斯 经过更深层次的相处 肖恩确认 自己已经喜欢上了眼前质朴的姑娘 格雷斯也对这个毫无架子的 仰光男孩心生仰慕 两人去河边看了烟花 要是时间能够定格在这一刻就好了 可惜她不是奇异博士 眼前这个帅哥也不是多妈母 隔天回到酒店的梅格 还沉浸在与瑞丽约会的美好幻想中 全然忘了项链还在对方背包里 要命的是 真正的贵族女迪丽亚也已赶回 三姐妹比即将见到野狼的绵羊还黄 眼见迪丽亚就要壮破一切 不出意外的导演安排了意外 肖恩忍不住思念来找迪丽亚 上来就是一个摸摸哒 结果 肖恩是蒙逼树下吃了蒙逼果 昨天还亲亲抱抱举高高 今天怎么就翻脸了 不过这个大逼都为女孩们争取了宝贵时间 等到迪丽亚回到房间时 里面已经恢复如初 除了那条项链 三个女孩撒鸭子冲向车站拦截项链 却遗憾地错过了瑞丽的班车 项链没了 除非去缅甸当打工人 不然肯定赔不起 艾玛出了馊主意 不如我们跑吧 但这么做不是格雷斯的性格 再说也不认识去缅甸的路呀 于是三人决定回酒店一起面对 没想到上帝垂帘 正巧碰到前来归还项链的瑞帝 这就是传说中爱笑的 呃不对 诚实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吗 三人开心的像中了500万一样 但马上就被告知500万筋巴不违必 因为迪丽亚不肯原谅这三个穷鬼 还要叫皇家警察制裁他们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三人 脑子一抽把迪丽亚给捆上了 真行呀 这下从行片盗窃 直接升级到网家 老弟坐穿丝毫不冤 这回该怎么不救 梅格心一横 打开房门 声称一切都是误会 最后 格雷斯半戏半全套 在众人的簇拥下 带着宝石项链参加慈善晚会 直接拍卖那条项链 钱款都捐给贫困儿童 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 只是没有能力 与此同时 欧文乘着30升油箱的直升飞机 加了250多回油 终于赶到酒店 跟爱马掏心掏肺的时候 一不注意让迪利亚溜了 拍卖会上 格雷斯受不了内心煎熬 正准备将所有事情合攀拖出 迪利亚却先一步拆穿了他 这一下干了个大嘎 幸运的是 家族荣誉之星 沈身意识到 这事就像没过门公主的肚子 绝不能搞大 以600万欧的价格拍下了项链 并平息了这场闹局 只有肖恩不能接受 自己像个傻子一样 所谓的爱情 从始至终都是骗局 无视格雷斯祈求的眼神愤然离去 整个事件就像一个响屁 只在放出来的时候吸引了部分人注意 但很快就平息了 任凭迪利亚如发狂的母士般恼怒 也于事无补 电影最后 爱马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与诚心悔过的男友破镜重圆 梅格也准备趁着假期 与瑞丽环游世界 只有格雷斯来到福利院 与孩子们为伍 没想到 这家福利院是肖恩家自住的 两人如同互相吸引的彗星 不可避免的再次有了交集 这一次 格雷斯没有说谎 而是认真介绍了自己 蒙特卡洛 商用于2011年 情节有点王子与灰姑娘的套路 但比这个情节更美好的 还有另外两段 平淡而又幸福的爱情 梅格穷有途中的偶遇 捡到一份充满快乐 而不掺杂金钱与猜忌的爱情 爱马在迷茫后看清事实 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人 所以让很多人向往的头瞪仓 也许并不那么完美 爱情真的无关金钱地位 当遇上一个善良又令你快乐的人 就疯狂的去相爱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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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